我们在旁边有钓的玩具 猪好喜欢的 昏暗 涌挤 潮湿 是一般人对猪圈的印象 但眼前的景象却截然不同 不仅有玩具供小猪玩乐 地板还架设高床 让排泄物可以往下流 甚至还放音乐开空调 一条铁链弄几块细胶 细胶块在那边 钓上去的猪毛起来可能 还没有玩啊 这里是台塘公司 台湾最大的养猪户 2017年开始推动猪肢友善饲养 从屏东的东海风农业循环园区开始 陆续依照动物福利设计理念 改造全台13座猪场 不过你知道动物福利是什么吗 动物福利是指在饲养动物时 给予动物足够且干净的生活空间 生长过程要有均衡饮食 让他们活得健康 活得快乐 讲白了其实对他就是天堂的 台塘的梦幻猪卷是根据行政院农委会 于2017年订定的猪肢友善饲养系统定义及指南打造 针对各类型的猪列出相应的标准 其实动物福利已是国际趋势 在2012年欧盟就全面禁止在格子龙中饲养蛋鸡 隔年也禁止将怀孕母猪关在侠栏内 台湾也跟上国际潮流 在2015年公布淡鸡友善饲养指南 避免将鸡关在只有A4大小的格子龙 让鸡能够自由展翅 比如说淡鸡我们就还是把它关在室内 但是我们辅导几个业者 它里面呢 它们鸡舍里面就没有所谓的笼子 没有所谓的一些一个限制的范围 让它自由自在的在鸡舍里面 跳上跳下 采用友善饲养 它是可以让动物的异常表现行为降低 因为它的饲养密度比较低 所以它会降低打斗 那降低打斗它的皮肤损伤 这一类的就可以降低 相较国际 台湾动物福利起步较晚 但更令人忧心的是 指南并无法律强制力 农委会也没有积极宣传 所以大部分的畜牧业者 并没有动物福利的概念 导致目前友善饲养的蛋机不到一成 养猪业更是少得可怜 那农委会订完之后 其实老实说它并没有太多去宣传 而且农委会至今对于台湾的畜牧产业 要不要走向友善饲养的这个方向 也没有明确的政策跟启程 事实上我相信还有很多人不了解 我们会继续努力让我们的产业团体 转达到每一个饲养业程 除了宣传不利 很多猪农不愿推行友善饲养 是因为成本考量 进行友善饲养 就势必要扩大畜牧场面积 等于饲养密度将大幅降低 政府也没有配套措施 鼓励猪农转型 现行的政策只有提供低利贷款 在通路上 友善饲养的猪农并没有明确的优势 那你看我们为什么会多养 就是喜欢多专一点 那农民会觉得最大的点 就是说我的猪养这么好 但是我进入拍卖市场 是跟大家都一样 此外专家也指出 猪枝友善饲养指南 已跟不上产业现状 例如现在饲养的猪枝 因为品种改良 体型越来越修长 指南中对于猪枝饲养面积的要求 难以适用 另外此份指南的标准 也较国外宽松 像是丹麦政府要求 受医平均一个月 要巡视畜牧场一次 台湾则没有相关规定 比较缺乏的就是对于 在农场里面生病的动物 因为它可能是没有办法治疗了 不具经济效益 那或者是说 它可能真的病得太重 或是发生意外的时候 要怎么处理 在目前这个标准里面是没有规定的 在动物福利的路上 台湾还有很多路要走 但还是有企业愿意主动投入友善饲养 除了像台糖这样的国营事业 加勒福也意识到动物福利的重要性 我们当初2018年要开始承诺的时候 我们的销售占比大概只有在5%左右 但是一直到今天 其实加勒福费龙斯鸡蛋 它的销售占比其实已经来到 将近三成左右的一个市占率 人有人权 动物一样也有 除了仰赖政府推动政策 身为消费者的我们 其实也能尽一份心力 在购买商品时 选择友善饲养的农场 对推行动物福利大有帮助 也能让农民更有意愿投入 我们应该要对他们好一点 因为他们真的 无所求其实是贡献食物给我们 但是我们却连对他好一点点 其实这件事情我们可能都做不到 我老实讲 跟初步动作很快乐的事情 我们在教育新一代猪猫 或者愿意想要投入养猪的产业 给他们一个观念 相信这就是未来的